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隔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要財證券的高級分析員 直耀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上一節都跟我們談到 溫家寶在國慶期間 落到溫州做探訪訪問 當地的溫州中小企老闆 其實都說到 現在貸款問題對他們來說 融資問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艱難的 因為可能問銀行借20萬的貸款 可能就要用10萬元的存款 做一個抵押 其實會不會看到 如果這些融資問題仍然那麼困難 要救經濟的話 首先要放鬆銀巾 貸款給中小企繼續經營 其實面對著這個問題 可以這樣看 你說是年初至今為止 都是不斷有消息說 內地方面 一些銀巾比較水巾的情況 因為最主要本身 看回今年來的 內地方面 在收價銀巾方面 都做到很多的措施 例如例如加息 或者上條全門對金率 這些都做到比較多次 甚至乎 反正全門對金率 這個情況 都已經去到歷史的高位了 當然 如果對現在的中小企業來說的話 融資困難是相當大的問題 所以你記得到這次借溫總 去到溫州視察完之後 其實都是不斷提及到 就是要對一些的中小企方面 可能都會放鬆那個銀巾 希望能夠令到中小企方面 這方面的壓力得到舒緩 當然你說現在這個層面上看的話 問題的出事本身就是 很多民間的借貸 很簡單就是說 中小企業是用銀行借付錢 所以要傾向一些民間的融資 而這個情況本身 都不是只有溫州的事 你會看到 譬如東莞 甚至福建這些地方 實施產品 都不斷有這些消息傳出來 雖然你說 現在的政策上 我現在的層面上看的話 我想你說 對中小企業來說 寬鬆這方面的貸款 其實都是有個 事在必行的了 但事實上你說 你說中小企業的角度來解 放鬆銀巾 如果是全面放鬆銀巾的機會 似乎我覺得未必是這麼大 因為始終你看回內地方面 通脹仍然是這麼高企 而且始終 你說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再放鬆銀巾的話 不排除 其實到最後 多難是 很多人再拿一些銀行的資金 再拿去進行其他一些 比如投機活動 變相也都令到 譬如一些泡沫方面 會不斷再度衍生出來 所以你說對內地方面 其實面對著 這個問題也算是相當之 比較多和比較大的挑戰 當然你說 好像現在變成是 放鬆銀巾不放鬆銀巾 所以我覺得 當然 如果內地方面 如果以一個理論上來說 他要做的話 一定會做到 但問題是 我覺得這次 可能是集中中小企業的方面為主 但你說全面放鬆銀巾的機會 我覺得機會暫時不是這麼大 是的 謝謝 另外 見到溫家寶方面 亦都提高一些中小企業 不良貸款的容忍度 見到今天內銀股都有顯著反彈 不如看看今天的表現 見到 建行方面 現在升近接近半成 升2.1至4.65 公行升超過7% 升2.6報3.76 中行方面升超過半成 升1.2報2.33 農行方面升近7% 升1.6報2.45 交行方面 升超過6% 升2.8報4.45 交行方面升超過9% 升9.4報10.88 信行升了接近8% 升2.3報3.1報8 重慶龍村銀行 重慶龍村銀行升超過4% 升9% 先到2.28 今天內銀股有顯著反彈 稍後再跟Stanley談談內銀股的情況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早安 你好 各位觀眾 早安 我昨天打電話來 是 是不是優勢呀 放了一百年多 真是壞 現在又起了 是 起了呢 我現在想問966和1299 是966 966是不是民企 國企 我都不知道 966你有放了嗎 有的 幾千入的 1299 966你幾千入 好貴呀 二十多元 二十多元入的 現代14.86 升了6% 你想止蝕離場 是不是反彈的時候 趁 不是 想溝貨 好不好 想溝貨 想溝貨 好 見到 近來的內銀股走勢 都跟回大市跌 跌跡的情況比較急 你覺得溝貨好 還是應該都是趁高位離場好 我先看兩間公司的表現 因為基本上 好像油邦 或者泰保 泰坪 泰坪 最主要是你會見到 泰坪本身不是國際 也是一間 雙營的企業 但是看回本身上 看回內地方面的保險業務 似乎大家都不是那麼樂觀 是近這段時間 本身可能會做得比較偏弱 最主要是 見到之前的時間 你會見到一些 保險業相關出來的數據 似乎都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回到這個因素的 怎樣之下 你會見到 太平股價 都是不斷向下 市跌跡的情況 大家看到 圖表上也看到 本身太平股價 都是在之前的時間 由年初開始 拉閩長期 看到 年初開始的時間 最高的時間 是31元 這個位置 但你會見到 基本上股價之後 都不斷向下沉底 甚至乎 你看回這段時間 即是近期的時間 最低的時間 是13元、34元這個位置 當然初步看的股價 都開始有一個 現在的時間 比較顯著的反彈 暫時初步看 也算是10天線之上的位置 當然 看回整體上的形態 其實就算是 有少少似乎 暫時初步看 有一個 短期的跡象 而初步看的目標 短期的反彈目標 可以先看回 20天線 大概是15.3元的水平 但至於 溝貨這些時間 是否一個 好的時機 我覺得這樣看法 本身 你看回太平的業務 本身 再保險業務為主 本身 在這個 昨天上看的話 今年上半年 看到業績表 也不是 那麼好 理想 所以我覺得 初步看 都是 先觀望一下 尤其是 股份 近人來計 始終 大市的氣氛 始終比較波動 所以我覺得 溝貨暫時 就不需要說太過急 還有 我想 如果剛才你剛才說 剛才1800的個案子 其實我覺得 不需要說太過 執著 也不是執著 因為太過 當然 禮拜是很好的 當然 你會心安一點 反彈的時間 都真是 尤其是這些市房 在比較波動情況之下 就不要說太過 一時之間 有點衝動 不要這樣做 這個心態上 就不要說 這樣做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 暫時初步看 雖然市場 是有一個比較不同的反彈 但我覺得 如果有貨的話 我都建議 高位減少會比較好一點 黃小姐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即要減少不要入貨 如果入貨 暫時就不太建議 反而你看到 太平的股價 是大幅15.5 樓上的話 暫時看到 走地上的設計 物理座位上的話 其實我建議 可能先減少會比較好一點 即是會升到25元 15元 15.5 差不多 15.5 現在是1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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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差不多了 現價位 現在是14.86元 但問題是 如果在短期走勢上的話 15.5元 是比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如果短期在裡面 如果短線衝不破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有私人減遲 確定要減遲嗎 是的 要減遲 那隻呢 1299 是嗎 民企是國企 你想說 那隻又不是國企 即是民企 民企 短期走勢上 短期走勢上 是叫做轉回好 但前景上 我覺得都是要 觀望下比較好一點 謝謝 也多謝這位家庭觀眾 王小姐的電話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 2804 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和大家看看恒指最新升712點 去到16962點 其子方面升661點 暫時去到16919點 低水38點 國企指數升459點 去到8561點 升了5.67%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發達廣場的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